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不久前 一则小女孩每天跳绳三千次 患上颈骨节节骨猴炎的新闻 登上了微博的热搜网 不少网友提出了疑问 这颈骨节节骨猴炎到底是什么病 我们成年人跳绳会不会也患上这种病呢 新闻中提到的颈骨节节骨猴炎 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呢 颈骨节节骨猴炎就是一种 耗发于青少年时期的 由于体育活动比较剧烈 导致了我们膝关节颈骨节节那个地方 出现了一些炎症 我们膝关节的前方有那么一个 可以活动的这个冰骨 冰骨往下我们就摸到了一个软的冰件 再往下就在我们迎面骨的上方 是有一个稍微鼓起来的一小骨包 这个地方就是颈骨节节 如果颈骨节节骨猴炎发生以后 你把这个拇指按在这个颈骨节节上 稍微一使劲 它的疼痛是很明显的 医生告诉我们 颈骨节节骨猴炎 其实是一种常见的运动损伤疾病 早期症状是 在颈骨节节处会有明显的疼痛感 在做下蹲动作和爬楼时 疼痛会剧烈 这时只要多休息 注意保暖 症状是可以自行缓解的 但如果出现了疼痛 依旧进行大量运动 对于正处于骨骼生长期的青少年来说 炎症会进一步加重 还可能在颈骨节节处 出现骨包样的增生 影响腿部美观 此外 记者在走访时还了解到 除了青少年会患这种病 一些经常跳绳的成年人 也会出现类似症状 看别人跳绳 说是效果特别好 我也开始接触跳绳 就是每天大概 2500到3000个 每天半小时 跳了一个月之后 就感觉小腿前侧 就别人的膝盖 都会有一些疼痛和不适感 牵拉感 就是走路的时候就酸疼 中间些续多长时间 但是在这儿跳 还是这个症状 还是没有减轻 还是酸疼 医生告诉我们 因为跳绳不当 导致颈骨不适的成年患者 门诊几乎每天都能碰到 但由于成年人 骨喉已闭合 不会发生骨骼增生 但病情却很容易反复 所以无论青少年 还是成年人 跳绳后出现了小腿 前侧疼痛 千万别忽视 首先一定要等到 疼痛期过后 再恢复锻炼 此外还要掌握 科学的跳绳方法 我们在跳绳之前 一定要热身 这是非常重要的 充分的热身运动 可以降低你运动 损伤的风险 那么对于跳绳来说 我们首先要活动开 身体的各个关节部位 特别是下肢 膝关节和 踝关节的运动 活动开以后 我们一般要在 加击组高抬腿 还有不拿跳绳的 这种空跳的训练练习 使你的身体 有一个循序渐进的 适应过程 然后我们再进行跳绳 运动专家告诉我们 除了跳绳前 不热身 容易带来运动损伤 大家跳绳时 一味追求数量和时长 也是导致损伤的 一大诱因 其实跳绳锻炼 也有更加高效 科学的训练方法 我们可以采用 一三五高强度 间歇重复的 跳绳训练法 就是在一分钟内 你要尽自己 最大的能力 快速跳绳一分钟 然后休息30秒 然后再进行快速跳绳一分钟 然后再休息30秒 这种情况重复五次 这种高强度 重复间歇训练跳绳法 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 达到一个很好的训练效果 好了 服务观众 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者是下载 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频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